冬天一到不僅皮膚乾燥 嘴唇乾裂也躲不掉 大概多久才會擦 想到就擦 這擦口紅前會擦 很像瓣絲一樣的 因為感覺帶比較持久 因此避免嘴唇乾裂 不少民眾認為 如果幫嘴唇去角質 可以讓保濕度更持久 像是刷牙時 連帶嘴唇跟著刷 太乾的時候習慣用手剝皮屑 或是抿嘴的方式來保濕 但這些都是NG做法 嘴唇乾很喜歡用嘴唇 很喜歡去舔它 用舌頭去舔 想說這樣會比較滋潤 事實上是越舔會越乾 非常不贊成去角質 尤其是像這個嘴唇 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因為嘴唇的角質層是偏薄的 所以反而是比較敏感 想要有Q彈的雙唇 就連擦唇膏的方式 也非常講究 有國外醫師表示 護唇膏要擺脫以往的左右擦 應該要順著唇紋上下擦 一天不能超過五次 以減少摩擦 避免水分過度蒸發 不過這樣的保養方式 國內醫師則認為因人而異 擦幾次或者是會越擦越乾 其實跟成分有關 假如說擦的成分是保濕度很好的 像凡士林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擦的是一些其他凝膠類的 像什麼蘆薈啦 甘油之類的 當然就有可能越擦越乾 市面上護唇膏白白種 民眾在選購時 要避免含有色素或是香精 香料 成分越單純越好 才能真正達到保濕效果 大愛新聞 李思軒許英豪 台北報導